欢迎收看本期猪猪未说电影 我是热情自信美流高产的小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小伙儿在网上买机器女友 不满意连连退货的故事 男主富贵儿一直单身 不仅事业无成 就连房租都交不起 房东天天来催 就这样一个整天自恋 欣赏自己画素的人 竟然成功找到了工作 做插画师 在这个公司里 富贵遇到了自己曾经的女神 但是女神的男朋友 已经在向女神求婚了 就这样 失忆的她借酒消愁 并且认识了一个博士 博士告诉她 可以选购机器女友 还给她一个U盘 富贵回家立马选了一个温柔贤惠的 第二天他们送货上门 富贵打开大箱子 里面出来一个穿着女仆装的美女 只需扫描美女脖子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激活使用 富贵对这个真人一般的美女 无比好奇 并且触摸是否有皮肤的感觉 当富贵回到家里 女友就做好了饭菜 这样的日子真是舒心 富贵睡到沙发上 显然忘记了她已经有女友了 当她到床上时 发现女友很有洁癖 富贵不论怎么洗 都不能让机器女友满意 于是富贵申请退货 换了一个精灵旺盛的女友 但是富贵却有些吃不消 所以她去找博士 私人定制了一个女友 她照着女神的模样 设计了一个女友 有一天她和女友散步时 遇到了女神和男友吵架 这一次她终于意识到 自己一直喜欢着女神 所以她又一次退货了 但她三次订购女友的机会 都用完了 自己只能去做商品男友 博士在她脖子上打下二维码 最后女神来找博士 原来她的男友也是订购的 而这一次 女神挑了一个温柔体贴的男友 而这个城市脖子上 打着二维码的人 太多太多 影片为我们揭露了一个 残酷的事实 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 看完记得点关注 珠珠妹在评论区等你哦